上一期我们靠着睡眠耳塞 名正言顺的边工作边睡觉 TESTV并没有给出评分 BOSE睡眠耳塞 爬出1910块6 回血95.6 暂列回血榜第11名 网友度鸦的视线说 女后妻不晒被子实锤了 都长猫了 你不应该羡慕吗 女后妻年纪轻轻就有猫了 网友Ruby Harris说 看到这价格 我睡眠质量立马好了起来 其实我觉得吧 最好的睡眠方法就是看教程 本期让我们来叙叙旧的同时 看一看未来吧 算一算星球大战已经诞生超过40个年头了 所以不管你是00后 90后 80后 70后 甚至更多 星战一直在 嗯 赚着每一代青少年的钱 这就好像咱们国家的西游记孙虹 大多数小孩只要在路边捡个棍棍 都会有模有样的无聊下 那么外国的小孩拿着棍嘛 就会别角地学一下绝地故事 所以当这些孩子长大之后 一定会花钱买新站周边的 当好像他们小时候也缠着父母买过 我要买这个 买锤子 走 走 我要买这个 嗯 没错 我说的这个人就是我 所以我在看到联想这套ARMIRROR头盔时 我想都没想就下单了 不单单因为它是一个星战周边 更因为它在大折 但我怎么都没想到联想会生成一个AR设备 打开设备的一瞬间 真的就是哇 哇 哇 的惊叹 瞧瞧这把光剑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它就是星战中最著名的一把 安娜金天行者 卢克天行者 都曾使用过的蓝色网剑 诶 等等 这个造型是几个意思 口红吗 诶 不去管它就行 这把光剑的造型的确是非常还原了 这么说吧 你在淘宝上买不到别的做工这么好的天行者光剑 虽然它并不能真的伸出能量剑来 其他设备嘛 都还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长得像VR眼镜的主体 还有一个定位用的小球球 哎呀 还是这根光剑吸引人啊 佩戴的感觉 还行 比起很多的VR眼镜以及Hololence Vive都要好一些 整体重量不高 就是机体加个手机 而且你可以把眼镜也戴在里面 不用调节铜锯 我觉得别的VR厂商该学学这个方案 因为它没有用鼻子做支撑 而是用颧骨 真的舒服太多了 非常赞的是 配套的心脏APP里 上来就有使用教程 包括光剑的连接方式和手机的安插之类的 进入游戏后 和Hololence的感觉非常相似 你的可视范围并不广 整个AR的场景一直在频繁的抖动 说明定位还不是特别的稳 游戏的主界面有些偏下 用头控做选择 进入到战斗中 发出光剑 哇 手里这根大口红 它蹭的一下变长了 虽然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但没有玩过Beats Over的我 还是忍不住惊呼 我有光剑啦 哈哈 开始看机器人和帝国冲锋队吧 这别是个傻子吧 嘿 你这么玩不对嘛 玩这种游戏 你就得身临其境 你就得绝地武士上身 拿出范儿来 走位要风骚 持剑要帅气 挥剑要有力 这些完全杀雕了 哎 杀不杀雕无所谓 玩这种游戏 如果自己不中二一点 就会觉得不好玩了 坦白讲游戏做得还不错 光剑可以挡子弹 可以砍人 可以凭刺刀 还有一个策略游戏模式 以及一个下棋的模式 作为一款AR游戏来说 它真的非常酷炫了 毕竟它是在现实中模拟一个场景 而不是VIVE那样虚拟的 不过游戏带来的好感在玩了一会儿之后 就逐渐消失了 首先是定位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有时候整个场景都会发生偏移 第二 你的控制器 也就是这根大口红也会发生偏移 光剑的方向都不对了 合着我拿的是杜库伯爵的弯剑吗 虽然有一个按键可以恢复光剑的定位 游戏过程你要时不时去按它 临场感就被各种破坏了 第三 眼睛还是会酸 甚至胀痛 但其实你并没有玩多久 介于这些个困扰 导致你没法好好玩游戏 当然还有一些外部因素 你需要手机 所以这时候你要是电话来了 你得把手机完全从机器里拆出来 接完电话之后 嘶 你可能就不想再上上去玩了 哦 有两个手机的土豪 咱不考虑 而且通知信息弹出来的时候嘛 由于头盔是通过镜面反射 把手机里的画面放到你的面前的 而且整个有效画面 只有框柱的这么多 这个弹出的通知信息真会挡住很多 万一这消息是女朋友发来的 你又要拆下手机来费劲 诶 我想到有件事 你说 我买了一个AR眼镜 那就只能玩这个吗 来 拿着这根震动 呃 不 控制器 然后去下载各种游戏吧 你会在Mirage的主APP里找到很多游戏 但你不能通过这个APP下载 你还得回到APP Storm去 游戏 有魔法Beam Saber的英游 也有射击游戏 或者抑制游戏 没有一款游戏能够让人沉浸 毕竟AR只是在现实中 添加了一些虚拟物件 像这样风暴兵踩在空中的样子 呵呵 无法让人误以为它是真的 不像Vive 把你整个人都置身到一个假的世界中 虽然假 但那感觉 确实很真 稍微玩过一些 你就能感受到 AR技术并不适合用于玩游戏 特别是这样的游戏 除了无法沉浸 主要还是在定位不稳定的问题上 也许是ARMirage本身技术的限制 那是否可以采取多个定位点 或者多个摄像头来改善呢 嗯 我们也不得知 值不值得买 官网价是1599元 京东上799可以买到 而且是全套 它确实是将AR技术发挥到了极致 以往我们只知道用手机看看AR的简单应用 但Mirage已经可以玩游戏了 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方式 但它一点也不值得购买 这些技术不是服气的 但作为消费者来说 没有让我能够持续用下去的理由 玩一玩也就觉得无聊了 关键是还很多bag 以及在阳光下基本看不见 所以还是那句话 我建议有条件的你去实体店体验一番 这应该是我见过最牛的AR技术了 TESTV给出主观综合评分 5.0分 或者你把这个光剑单独做一个周边卖吧 这可是个收藏品啊 牛肉 乃世界第三消耗肉品 肉质硬不易食 男师傅 多年来一直坚持用棒棒锤打的方式 使牛肉的纤维松散 一锤一打 让牛肉在棍棒间嬉细 在锤链中生滑 一锤一打 给牛肉细腻的口感 给舌尖无限期待 反反复复 最终炼制成 TESTV棒棒牛肉 那你很棒棒哟 嗯 嗯 嗯 好 本期啪啪啪啪的就是你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联想的Mirage 这个大口红 还有眼镜 还有那个球球 反正一套的AR游戏装备 799元 那么有需要的朋友们 赶紧的淘宝搜索TESTV新寻宝23块3起啪 已经开始了 好 今天周二哈 淘宝评论了我们的 我们又选出了5位小伙伴 名字就在这里哈 看到你的名字 请进店联系我们的客服微笑或者是群演哈 叫他把小礼品寄给你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TESTV新寻宝最近搞了一个小活动哈 在我们淘宝店下任意单 我们额外多送一双我们TESTV的定制筷子哈 最后淘宝评论上一个电视 那个旺旺号叫 风好说的说 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吃上你就会爱上后期成双对 TESTV旺旺旺说 嘿嘿嘿 非常押韵哈 这位朋友 后期是不可能成双对了哈 但是TESTV一直会坚持地住下去哈 一直陪伴在你们的左右 嘿嘿嘿嘿 TESTV 帮你try before you buy